近载运通 大家好 欢迎收看齐鼓掌 我是黄培硕 投稿大谈间又跌了150点 其实这个已经明显 大概就是一个 西坡开始往下再拉回修正 之前这个脉动 我说这边12345 这个告一个段落 这个很确定 玩的时候这个脉动结束 针对这个脉动 它做一个整理 这边三段一个整理 然后这边目前是一个三段 一个B字A B字B字C坡整理 那这个一个大A坡 大B坡 那现在接下来是一个 大西坡的结构 那当然这个大西坡结构 你要让它整理完 整理完 那这个跟个股操作 我说没有关系 你这个大西坡整理的过程 一样 我们还是会 积极着股不要做多 我说那个股表现差也很大 你今天就可以证明 今天大门跌150点 也是个股 你要会去选 选股票 那重点就是说 你持股要精简 要精选 要比较精简 比较精选 我们先看起货的部分 现在大概定调 就是一个西坡往下了 之前这个 我说这个是9月9号 这个地方我说它有两个理由 9月9号跟你谈到 它有两个理由 我们再看起货的部分 7月20日 11903这明显要往上 因为你这个3的话 这一段都还没走 你至少一个脉动 你要走五小段 比如说这个12345段 有没有 那整理2 这3你至少要走五小段 12345 所以你11903还要先上来 11903这一上来就12900 这又1000点 那这3就结束 因为它这个轨道已经破线了 那这3结束 好 然后再做一个第四坡的整理 第四坡的整理的话 重点到9月9号 这一天我说这一天的话 它整理成这个样子 12900这边3结束 对不对 这边3段的 当然有可能就结束 整理完结束 开始推 那就很简单整理 就开始推了嘛 那开始推 我说它可能就是123 从12434 这9月9号的低点 12434有机会开始往上推 另外一个主生段 这是第一个理由吧 第二个理由 我说它至少反弹 还是一个密之西坡嘛 有没有 这是一个结构 这个结构把它用小时线跟你讲 就这样这样 12607 有没有这三段整理完 这三段整理完之后 它推了一段到12925 我说这个脉动反弹结束 那它这样压回来 之前一直在等这个小洛迪 12434 9月9号的低点 两个理由往上要全力做多 一个是红色的 V波 VA VB你VC 那这只是反弹 你这个想象 VC接下来一定是一个什么 大西坡往下嘛 对不对 好 另外一个结构是蓝色的 比较乐观的 出生段开始的 然后二 然后开始走一个三的 主生段往上走 当然现在目前证明它是一个 只是一个VC坡啦 只是一个VC坡 可是那个 你这个VC坡上来 这个地方你要先赚嘛 你这段你先往上做 你先赚这一段再说嘛 好 所以我们9月9号会去全力做多 我说那你要全力做多两个理由嘛 一次性做多 这个一上来就很快 这200多人 630390多人 不管 它就一路上来嘛 上来好 从12434 12434一路来 到了1301 把目前是 暂时的高点 然后它拉回来 拉回来 那这个拉回来结构 变成说这已经 大概这个脉动就结束 它就是VC坡啦 这验证了刚 我们9月9号跟你谈的那个结构 它那个两个理由 就是其中之一 它只是一个VC坡而已 那你VC坡结束 就是要往C坡下来嘛 对不对 所以你看它 这只有三段 只有三段 好不管 你这三段 它就开始 这18号的话 其实我说这个地方整理太久不行 它会往下发展 有没有 果然你看就下来嘛 所以其实我们不是只会做多 我们也会做空 不是像昨天其实昨天那个空底也是很漂亮 昨天就跑到12665 昨天这几乎空带最高点 昨天啦 昨天那个 当然这个有的成交 有的没成交 那个交易证据昨天都给你看过了 可是至少你的方向是很漂亮的 方向是对的 所以我们是把它补掉了 对不对 也有162点落袋 好 那今天9月22号长这样 这个要来 那我们先看今天怎么 今天我们就先短线操作了 重点还是实物操作 今天的牌我们等一下再来看 今天我们是 本来早上我先挂一个空单 那个空单空下来 如果空到也很漂亮 挂了几次 没有没有空到 没有空到没关系 我下来我先做一个多单 12525 做个多单 做个多单上来你要懂得跑 要懂得跑啦 不然它等一下还又下来 有没有那上来又要跑 还是小赚 还可以小赚60点 抢一些短单 早盘那一个空单 如果空到就可以赚100多点 就有150点左右 可以赚 好 那个空单差一些些没有 没有成交 所以你当天在操作 这个是短线 短线那个方向你要厘清 短线那个方向你要厘清 我们不会说一味的只会做多 也会做空 什么时间点 我们去做多 什么时间点 去做空 你929号这个 我们就全力做多 这地方你要全力做多 他往上走 看他三贯了 结果上不去 你这地方你就 我们会懂得空下来 那当然今天就正当 今天正当我们就会抢 抢一些短单 也做空也做多 这重点是有做的都赚钱 这是重点 好 那你今天的结构长这样 长线的部分 这一组三结束在1290 我现在讲的是很长线的 从8268上来 这边第一组卖动 里面有个小的12345就没有问题 一个卖动完横台整理 这个卖动完又开始整理 现在在做一个应该是个第四坡的整理 那他现在一个三段下来 应该是一个A坡而已 之前这边929号在这里 我说他B-C坡就是这一段 B-A B-B B-C嘛 就从这个地方12067 12067B-A B-B B-C就这一段 B-A B-B B-C就这样 那是它是一个大笔坡 我应该写一个大B比较分辨 一个大A一个大B 没办法写个A B C不管 这A B C是针对这个卖动作修正 好A B 那现在当然就是走这个C咯 现在就走这个C是往下在发展 现在重点是追踪这个C你怎么往下走 这个C坡它是正在往下走 你怎么往下走是重点 好所以不是说你硬说 我们全力喊多就一直在做 长多结构有没有改变 完全没有变喔 好所以你要先搞清楚这点 长多的结构有没有变 没有变 没有变那现在短线一个小C坡 是针对这个卖动 从10806上来到12900 这个卖动这个三结束以后 它做一个A B C结束 这个完之后呢 其实就这个卖动我们还是看 应该这是第四坡的整理 完了应该还有一个第五坡 要往上攻高 这个重点 重点是你这个C坡 你要先让它整理完 这个C坡你要先让它整理完 那C坡来 我们来看看C坡的结构 好这个这个长线 你先把它定掉 长线你先把它定掉 从13018开始 往下再走一个C坡 好 13018往下再走一个C坡 从这个地方 这是数分融线 13018往下再走一个C坡 通过这个结构明显 通过明显 你这个可以搭配大盘来看 也可以搭 就是搭配大盘来看 你看哦 从13018这个地方 这是明显的一组下来 12 我说这个调整形态 A B C坡的调整形态 有一个比较麻烦的地方 调整形态里面 它有时候会三段 有时候会五段 调整形态 不管是A B C都一样 它有时候会三段 有时候会五段 这个是一个重点 不是推动形态的话 你刚刚 我说这个推动形态 它一定会五段 这个像这个A 它是个推动形态 它一定会五段 它里面有个小的12345 这个推动形态 它一定会五段 12345 调整形态里面 它未必会五段 也未必会三段 所以这个要当下去拿捏 也就是说你看 它现在C坡下来 现在目前这个结构 细微波来看 应该还有机会再往下打 也就是说它是一个12 然后你这个3的话 你3里面 它这边有一个小的 是12345 应该照理有机会再往下走 当然这个尾盘 它有破一点点 来到12481了 这个三浪的低点是12511 破了30点 破了30点算不算也算了 可是正常我们来看 你看怎么这个是大盘 大盘你看最后这一段 它我说这个C坡开始往下 从13021这一段开始下来 它这边一段 然后拉回来2 然后这个3 你不管是小的真理ABC 或是说那123的话 你这边是12345 看起来这还有一个第五小坡 看起来这还有一个第五小坡 可是这个第五小坡一下去 或是说电子牌一下去呢 我认为短线那个是买点 那听清楚哦 这个第五坡一下去 短线应该它是买点 因为大盘的话如果说 因为大盘它电子牌没有嘛 对不对 你明天一开盘如果说它还有一个低点下来 那个短线我认为它是买点 那在起货的部分也许这个买点会出现在今天的电子盘也未必 或是没有出现在明天的早盘都一样 也就是说你看哦 它这个121这个这一组 这一组完它应该先下跌完它有机会就反弹嘛 你12345这五看起来一点点 如果再持续下去一点那更漂亮嘛 对所以如果明天说有一个低点开低或是 今天的电子盘这个低点应该正常我们就我们的认知它是买点 短线它至少是买点 那买点以后它它上来以后你再去注意看看说 它这个整个西坡的调整形态它是一个123段就结束还是说它会走一个12345段 那当然中间就有很重要的一些关卡价位它会辅助我们去判别 判别什么 判别这个西坡下来它是三段式的整理还是五段式的整理 好这些东西我们再跟你分享都是有评有据 通过都是有评有据 我说你有兴趣 有些新看我节目的观众朋友可能不晓得 通过这个是进化波乱战法 其实我这里面写 这个是进化波乱战法 这个里面一些很关键的重点都写得很清楚 当然之前我上节目也十几年了 每年都有开那个技术班 很多学员都上过我的课 都很清楚我在讲些什么东西 我讲12345段很清楚 我讲ABC他们就很清楚 我回测次疑是让它也很清楚 双重三七乱整理他们都很清楚 有些新观众可能比较没那么清楚 但是有兴趣你可以把它拿回去把它研读清楚 研读看清楚 那这个其实还有搭配DVD 这还有搭配这个六片的 六片的就是教学DVD 还有搭配这个六片的教学DVD 你有兴趣来学一些技术分析的 有兴趣来学一些 就是说你对不管是大盘的规划 不管是个股的规划 你有兴趣让自己再更精通的 来电咨询 通过来电咨询 这一份你可以把它拿回去研读清楚 那这有搭配DVD的讲解 有搭配DVD的讲解 这样的话也许 因为我节目可能讲的会比较 技术面的东西会稍微深一点点 不像其他老师可能就讲一些基本面 或是在那边讲一些 就是可能你一听就懂的东西 可能我这东西有些可能你可能一听可能不太不一定会懂 不一定会懂 那我当然也尽量能解释让你懂 那其实这东西有些 它是不是基本的理论架构而已 它就是基本的理论架构而已 你至少有一些基本理论架构 你至少要先懂 不然我每一集都在解释这个东西也解释不完 对不对 有兴趣的你来电咨询 那我说你一般的推动它至少说五段 所以你看我先写个五 那它已经推得破了一点点 有没有机会再多一点点 对不对 你一二三四五 它是一个完整形态 每一个脉动不管是一个推动形态 不管是一个下跌形态 一个完整形态完之后 就会反方向回来调整 一个推动调整形态就是往下走 一个下沙的推动形态 一个下沙的推动形态 它的调整形态就是往上ABC 所以这个ABC不是说一定是往下往上 你针对前面那个脉动的推动 往上推升 它ABC就往下 是往下跌的 它ABC是往上嘛 它是相对性的 相对性的 这都是基本的概念 通过这都是基本概念 那这有兴趣 我认为你应该把它学起来 投资度是长长久久 通过这个东西你把它学一套在身上了 应该受用无穷 应该受用无穷 好那这个结构 所以其实你看我说我们在分析绝对是怎么样 有连贯性的 那绝对是有所本 绝对是有所本 我说你进有据 退有据 一切都要有所本 这是重点 特别重点 好这是细微波的脉动 细微波脉动 那你说要判断它是三段还是五段 它的关键价位在哪里 其实这都可以把它学起来 好那这五波的结构哪个点位到的 又是确定说它就是一定字笛 这些东西其实都是有评有据 通过这些东西都有评有据 相信你以前上我课 你都很清楚听我来讲些什么东西 那其实这些东西我也会把它 每天啦 每天把它写一篇盘后解析 然后复途解说 po在我的Light App群组里面 画面右下角那个QR Code 那是我们免费的Light App群组 是我们免费的Light App群组 你把它用手机扫描 按加入就可以了 按加入就可以了 这是我每天都会亲自写一篇盘后解析 然后复途解说 这个也是有连贯性的 等会这一波去永远都在那个地方 现在的网路世界 一波出去那个东西永远都在那个地方 我也不怕你验证 都不是马后炮 都不是马后炮 很多规划都是事先规划 你说9月9号这个地方 我说两个理由要全力做多 那个证据是找不完一堆啦一堆 这些都是白纸黑字写出来的 哪两个理由 一个是第三坡往上走 一个是V字西坡往上走 对不对 那现在证明它是只有V字西坡 可是在当下你一定要全力做多 就这个地方你要先全力做多 你这一段先赚起来再说 有没有 那赚起来以后后来证明它只是一个V字西坡 因为它推动形态 它就拉回来感觉 这个结构是推动的力道已经没有了不见了 这些东西是你可以来验证的 可以来验证 好那这也欢迎你的加入 头部你有兴趣了 那个免费来的群组也欢迎加入 那或是说你直接参加我们的团队 跟着我们一起来 我说目前这个架构很清晰 结构很清晰 不管我说整个整理架构里面 或整个中长线的部分 然后细微波实物操作的 那个15分钟线的部分 都很清晰 跟上来有钱赚 头部跟上来我们有钱赚 我们操作并不是说一天到晚拼命乱做一通 可是做的只要做 头部只要继续做 其实胜算是相当高 胜率是相当高 不出手之后一出手 其实胜率是很高 认同理念的 欢迎你赶快跟上脚步来 这个行情不是那么好操作 我讲一句 比较不客气的话 这个行情不是那么好操作 可是可以应付自如 可以应付自如 欢迎你跟上来 好我们谈到个股的部分 头部你个股的部分 有些个股你要懂得持股你要 有些要获利落大要调节持股 这个很重要 所以我先讲一讲 这个前期天才547的双汉 我说这你要先往上做 你9月15号我们先买它是62块 买的对不对 当天买完当天就涨到涨停什么不对 65.1了嘛 9月15号 隔天隔天就到71了嘛 再隔天就到72了嘛 再来隔天 他利多说我就卖了 一大早8点42分起货开盘没有 没有 起货都还没有开盘 大盘当然还没有开盘吧 开盘价附近你就试驾出清 开盘价附近 就9月18号 9月18号在这里 开盘价是73.5 那我们就当73.5啦 其实你这随便出都可以在这以上 那最高是738 就在那里最高 最高 然后就下来了 下来了 你就往后一出清 当天就下来704了嘛 然后就到69了 今天到685了嘛 有没有 那出了对不对 差了5块钱啦 头部差了5块钱 70几块股票差了5块钱 547的松翰 我说这一组上来 很有可能只是一个组 那你看他这个 我们出在这一天这不对 735啊 几乎是 几乎是真的是最高 然后他连到三天下来 那细维坡15分钟线 一样 这个地方我要来怎么找买点 昨天大概跟你谈过 昨天大概跟你谈过 那我说这些东西 其实我刚说的那个书里面 都有介绍 我要怎么去找那个买卖点 短线的部分 对不对 那我说你先把它获利落袋 其实也落袋不少 你看我们62块买的 跑到73块半出耶 62块买跑到73块 不也赚了多少 赚了11块半 两天而已啊 两天而已赚了11块半 那把它放口袋对不对 对你现在证明对了 你现在连续拉三天下来嘛 连续拉三天下来 那我说这个怎么样 获利出境完之后 钱放口袋 发球权掌握在我们自己的手中 这股票我要不要再买 磐式结构告诉我 好我要来买 我就可以再来找买点 对不对 你如果没有出 你追在那个73块多 那你现在是在等解套 你这个决定权的 市场决定 要不要让你解套 很辛苦 很辛苦 让我们发球权拿回来 掌握自己手 我要不要再来 重新买这些股票 是我们在决定的 我们主控嘛 对不对 这个一来一回差很多 通过这一来一回差很多 你一定要随时吃 不要说可以去主控市场 而是说 那个发球权 你要常常拿回来 掌握在自己的手中 而不是要让市场决定 你要不要解套 懂个意思吗 这个很重要 通过这很重要 好来 这是松翰嘛 对不对 那我跟你谈的 这市场股票来 2417的原钢 其实这我们已经 准备要赚第二波了嘛 第一波 其实赚了很多 通过第一波赚了很多 我从这8月21号买它 这是56块买它 很快跑到85块 好那我说你要出行一次 再拉回你看 还是要占买方 占买方很快到 641 663 然后686 今天大盘中错了 今天9月20号 大盘中错155点 同学今天大盘中错了 它有没有跌 它没跌 我说那结构数 属于哪个部分 2417的原钢 我说这个结构它 很有机会 这个拉回已经落底了 完以后对不对 可是因为大盘不好 它黏在这个地方 那你看它15分钟线 小时间的部分 这个落底了 这个拉回落底了 这个一个A波反弹上来 这个B波它是属于一个什么 它是属于一个横台式的B波 这种都已经会预告 它将来的强势 这书里面都有介绍 我的书里面都有介绍 它会预告它将来强势 就是直接很有机会直接拉西坡 或者是另外一组推动往上走了 好那我说这些股票的后面那个 盈运动能我讲了N变了 我讲了N变你自己去看一下 那个盈运动能是爆炸性的成长 头部的盈运动能是爆炸性的成长 那你要会懂得怎么样找买点 那这些东西头部 这些东西跟大盘西坡拉回修证 有没有影响没有影响 什么时间点你要去操作什么股票 你要把它厘清 你要全方位的考量 头部你要全方位的考量 那你怎么做资金配置 这个很重要 头部这个很重要 好对不对 那事实上今天大盘中错它没跌 它还没跌 它还涨 还涨2% 对不对 远展也是一样 8月21号买它103块 很快就涨到158 我说这我们都出在相对高 头部这我们都出在相对高 都获利落贷了 完了以后拉回你还是继续买上去 它拉回又涨停又通到122 今天最高业 今天大盘它拉回来一样 今天大盘不好 跌了155点 它也来到涨了38托拉122.5 3669的远展 一样这个结构 跟刚刚跟你讲的结构是一模一样 跟刚跟你讲的结构是一模一样 那这些东西是不是马后炮 在我前几天都讲了 从前几天都讲了 这个都很有机会说 这组脉动拉回来修正结束 然后开始短线落底 对不对 短线落底以后做一个小A波 然后这个一个小B波 很有机会直接拉 或是另一组的脉动的推胜 这些东西在书里面都介绍很清楚 那欢迎你一起来共襄胜举 这个阶段你选股你更要精选 否则会比较辛苦 否则会比较辛苦 你更要精选 那你的资金 你要做最有效的运用 就买东买西 你这一阵子会比较辛苦 我想比较辛苦是客气一点 会惨赔 会赔得一屁股 就是辛苦 对不对 那你要月也一样 之前这边高点拉回来说 这五破云落底 那也是一样的结构 他拉回来又涨停又涨 也是强势 今天大盘不好 今天大盘来 三五四零一 今天大盘不好他有没有跌 他有拉到红盘 他有拉到红盘 有没有 那小时限的部分一样 跟刚刚那两档有没有一样 一样 一样 这我不再最说 我说重点是这个个股的部分 同好个股的部分 无论如何你一定要怎么样 持股要精简 要精选 中规中矩的做 长期才会是赢家 认同理念的 欢迎您加入我们团队 我们先休息一下 破浪有诀窍 进化才有效 黄老师经验多年 破浪理论 手创进化破浪 更胜破浪 管如阿基米德的支点 转动全世界 让您赢在股市的起跑点 资讯车线27810909 27810909 您就可以在第一时间看到明师为您 及时解释 有机会得到标普讯讯息 还有产业最新讯息 立刻搜寻运达投顾APP 货电0222781090909 27810909 红灯 冲啊 麻烦靠边 有警察 天酸 大圣啊 千万五趟落跑啊 违规军远兰箭逃逸 不仅危险 还要多吃一张最重三万元的罚单 并且调扣驾照六个月内 下回可以这么大 万一撞伤或撞死执法人员 更会被最重处罚15万 并吊销驾照哦 我看还是乖乖配合好了 违规决解逃逸 重拔加扣照 致死伤 吊销驾照 内政部接着属关金铃 回到节目现场 这个结构持续在整理 这边A坡 这边B坡 那B坡完就转C坡 那这C坡你注意看它修正的一个结构 细微脉动其实很清晰 我说这个地方你跟上脚步来有钱赚 那这些东西 这些东西呢 我们理论架构 都在这一本进化波段战法里面 都在这本进化波段战法里面 也欢迎您有兴趣的 欢迎来电咨询 欢迎来电咨询 祝大家操盘顺利 本服务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大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神圣评估并自负 投资风险 创意比赛 竟在运通 破浪有诀窍 进化才有效 黄老师经年多年 破浪理论 首创进化破浪 更胜破浪 宛如阿基米德的支点 转动全世界 让您赢在 普世的起跑点 军船线27810909 27810909 黄老师波浪操盘术 一套功夫练足 轻松创造迹象 超值2.0 卖于送吊杆 股市长盛军就是你 咨询专线 02 27810909 27810909 谁说有谁人不作奇货 奇货是最佳避兴工具 运达指数 02 27810909 27810909 大家好 我是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 专家咨询小组委员 李炳云医师 武汉肺炎是透过 飞沫机接触传染 佩戴口罩能够有效降低传染风险 更是保护自己及家人最有效的方式 尤其在出入医疗验锁时 请国人务必落实防疫措施 第一 请全程佩戴口罩避免飞沫传染 第二 使用过的口罩请妥善丢弃 不造成环境污染 另外提醒大家 出入医疗验锁时 随时保持双锁清洁 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